那么今极乐各种 这三心议论都讲到 极乐世界无忧众苦 但受诸禄 故永离热闹 清凉清净凉爽 正与热闹相反 这道极乐世界 普遍你能感受到的 那个地方清凉自在 大智独论 二十二卷论文里得说 人大人们 得入清凉之中 能源清了 无福热闹 大清凉尺 极乐世界到处都是 好快 极乐世界人 根本就没有热闹的现象 为什么 极乐世界人都用真心 没有用往心 为什么知道用真心 不用真心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我们这个经历图 第二十四二十五给你说了 三倍往生 往生正业 那无论 是哪一倍 上中下三倍 通通通要做 要做到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八个字 上上瓶 要发菩提心 下下瓶也要发菩提心 这就说明 菩提心的重要啊 欧阳大师说得更好 能不能往生 全在 发心 发心 关心你 能不能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是你念佛 功夫的 神情 念佛功夫身 品位高 念佛功夫差的 品位是前 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这些经文 比什么都重要啊 我们要尝尝 发的形式 时时刻刻要想到 就不会被这个世界 无欲留陈 诱惑 不会受他们干扰 影响 我们菩提到 往生极乐世界 一帆风顺 这些重要的经文 常常提出来 观想 看破 这个世界 弥勒普才讲得多好 这个世界是假的 整个宇宙 都是假的 都不是人的 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一弹指 三十二亿 百千年 百千 十万 三十二亿 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弹指 这什么意思 我们再深入一点数 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 一秒钟能弹几次 有人弹 弹七次 那三百二十兆 乘七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换一句话说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存在 它存在时间多久 只存在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换一句话说 我们眼见四二文圣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无论是境界 无论是六根 六根六成没有例外 统统都是在 阿雷耶识 阿雷耶识的波动现象 是 年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个波动当中 产生的幻想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懂得 佛家 佛经里的所讲 不神 不灭 你不能说他神 他没有了吗 你也不能说他灭 他后头又冒了一个 前年神了 前年灭了 后年神了 一个接一个 是不是相续的 不是 相续是完全相同 他不相同 念念都不相同 差别很大 全是假象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说的多好 凡所有相 皆是学 一切有违法 有违就是有生有灭的 凡是有生有灭的 这种现象 都是假的 梦幻泡演 我们能常做如实观 你就发现了 为什么 一样也得不到 包括我们身体 身体也是在 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么高频率 当中产生的幻想 也就是数 一秒钟 我们的身体 变化了多少次 前年灭 后年神 两千两百 四十兆次 这是四十真相 被现代科学家 肯定 你要当真 那就叫迷惑天道 那就叫六道反复 你要是觉悟 觉悟之后说 不再放在行上 随他去吧 遇到尽宗 妙啊 你真是太幸运了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极乐世界 是不生不灭 真的不生不灭 那和不生不灭 意思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是生命太快了 你找不到生命 而极乐世界 根本没有生命 为什么 他没有阿雷 他没有往显 他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自信 自信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自信是永恒的 是真的 阿 利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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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